成龙 李连杰 甄子丹到底能不能打 要看跟谁打 如果是打普通人或者是业余爱好者 以他们的身体素质肯定没啥问题 你不会以为他们真的只是花架子吧 如果跟职业运动员比呢 怎么比呢 树叶有专攻 一方是懂武术的电影人 对他们来说 演技 动作的观赏性 还有颜值 身材 气质才更重要 另一则是天天训练 天天打实战 就是为了赢而练 隔行如隔山 那演员里有没有实战很强的 当然有啊 比如说我呀 其实很多有颜值的职业拳王 后来也进了娱乐圈 比如周比利 世界轻中量级自由搏击冠军 还有我们亲爱的李小龙先生 成龙李连杰属于懂武术的电影人 而李小龙先生是懂电影的武术家 不管他的实战是否可以打赢拳王 但他对中国功夫的推广与传播 值得我们尊敬 见自己 见天地 见众生